我们在这里停了一个星期了 晚上就停在马路边 白天就停在滇池那 现在我们导航去斗南花市 买一些鲜花来装饰一下我们的房车 因为这个限时停车位 它是要只能停到早上七点半的 所以我们现在晚上就得走了 导航了斗南花市 有8.8公里 走吧 出发 现在早上七点半也是天蒙蒙亮的时候 车灯都是打开的 斗南花市还不远 我一直以为是很远的 在雕外那种 因为他们说那边也有种花的 也有种花的 听说10块钱就可以买一大堆 乱斤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10块钱 到底能买多少 早上车挺多的 4个车道都塞满了 昆明这么大 这么多车 是不是导错了呀 不是很大的批发市场 这怎么在大马路上的感觉 有南花卫市场 在南花卫市场附近 位于道路右侧 哪里啊 没注意到啊 这里面吗 没有吧 哪里 往哪里走 为什么会没有 为什么会没有 不是现在往哪里走 绝对是错了 斗南村成功线斗南村 重新收一下 你收 我收春总不会错吧 怎么可能是春呢 你要收鲜花批发市场 它会可以跳很多出来的 你先摆住嘛 斗南村那里有斗南花卫 温泉商务酒店 然后还有一些 关于花卫的东西 你是在哪里 你要收整个昆明鲜花的 大批发市场 快点 我在这里转圈了 转了两圈了 我们刚刚导航的 鲜花市场 斗南鲜花市场 它并不是我们要找的 全国鲜花批发市场 而且也没有看到一个入口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导了一下 是导到斗南村的那个鲜花市场的 然后我们在导航的时候 还经过了一个转盘 在转盘上面兜了三圈 然后交警就看到了 我们车兜了好几圈 他就跑过来 问我们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要去市场 正在导航 那个鲜花市场 他就告诉我们那个线路了 就往哪个出口出去 我们重新导航的那个 鲜花批发市场 是距离这里有30多公里的 而我们车上的油只能走 大概60公里 这样子 我们担心回来的油不够 所以我们现在先去加油 现在左转就到加油站了 然后到达普京点附近 对就是这个 到达中国石油必记录附近 你现在可以微信刷卡吗 可以的 好 你要去查有没有去啊 切哦 切哦 我们加完油了 现在过这个周家村的收费站 下坡出高速 我们下了高速了 现在离花卉市场还有10公里 我们现在往右转 然后马上就能到达 这个斗南花市了 走了好久啊 一个多小时 对啊 并没有 离市中心很近 这里右转 这里写在斗南花市是吧 哇 那飞时挺大啊 飞机斗南花卉电子交易中心 斗南国际花卉中心附近 位于道路右侧 我们先去找个停车位吧 自动的 这里面确实好大 哇 好多花了 门口看到 我们现在到了 到了这个鲜花停车场这里 然后我们把车停在这里 下午三点钟 它才开始有鲜花拍卖 到时候我们就直接过去看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龙 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 一起去看这个世界